1375年,刘伯温演演一息时,让儿子给朱元璋送去两样东西,一本放黄的书以及一筐死鱼,希望能保刘家几代人平安,同时也希望朱元璋引以为戒。 可直到17年后,朱元璋才明白这筐死鱼的真正含义。 民间一直都流传着前朝军师诸葛亮,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。 刘伯温的聪明才智从小就显现出来,在他12岁时,就因考中秀才被称为神童。 1360年,朱元璋请刘伯温出山,委任他为谋臣。 有一次朱元璋想要杀死犯人,恰好刘伯温入宫。 当他听完对方的话后,说道,头上有写是重字,有泥土表示得到土地,能得到众人的心再得到土地,那么在三天之内必定会有好消息传来。 智囊拳集里头记载,头上写,重字也,负以土,得重且得土也,应在三日。 果不其然,三天后,盘踞海民的张士成军队果然投降了。 之后,朱元璋又向刘伯温请教,我到底如何才能一统天下? 只见刘伯温不慌不忙地说了13个字,先破尘,后平章,再发圆,定刺海域。 听罢,朱元璋可谓是茅塞盾开,刘伯温为何如此聪明,如此大智慧? 这让朱元璋十分好奇,总是想考一考刘伯温。 在红武元年的一个早上,朱元璋正在内殿里吃烧饼,咬了一口后,太监忽然跑进来说刘伯温要觐见。 朱元璋沉思了一会儿,决定要考考刘伯温。 刘伯温进来后,朱元璋宁声道,我们都知道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,那么请问这个碗中放了什么东西? 刘伯温掐指一算便说,这是一块被咬了一口的烧饼。 此时的朱元璋不得不佩服刘伯温的神迹妙算了,但也正因为如此,朱元璋又让刘伯温继续测算明朝的气数,以及后世会发生的重要事件。 刘伯温思索片刻便说出了一首诗,后来被诗人整理为著名的烧饼歌。 在《烧饼歌》中,刘伯温曾预言燕王朱蒂会攻破南京,并且抢占皇位,这在后来的史实中都有验证。 谁也不知道刘伯温为什么这么聪明,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懂得这么多。 虽然刘伯温神迹妙算,但他面对自己的下场时,却无法做出改变。 刘伯温作为开国功臣,外加头号智囊,朱元璋对他是非常尊重的,一口一个老先生。 然而,刘伯温很清楚,对朱元璋这个人你不能期待太多,刘邦都能飞鸟进梁工藏,叫兔死走狗烹,他朱元璋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 所以明朝问鼎天下之后,他就想效仿张良,赶紧走人,做个咸云野鹤保命妖精。 红武元年,明军攻克大都,元顺帝北逃,眼看天下一定,刘纪伯温就麻溜地向朱元璋递交辞成,说要告老还乡。 没想到的是,老朱不让他走,老朱对刘说,如今天下皈依,大功告成,老先生怎么能走呢? 这样吧,我给您封个第一公爵,您的父母都追封郡王,您看怎样。 刘伯温一听,吓了一跳,当时的明军还在讨伐元朝残于势力,老朱还没有大封功臣,即便是徐达,常玉春也只是白板将军。 为了留住自己,他居然开出这么大的筹码,等于是钦定刘伯温为开国第一功臣。 看上去是诚意满满,可问题是,这样的赏赐你能直接接受吗? 当然不能,这是帝王之术啊,说白了就是试探你对自己的功劳怎么掂量。 刘伯温赶紧说,不要不要,臣不配这样的封赏啊,既然陛下要我继续效力,我愿效全马之劳。 就这么一晃就晃到了红五三年,老朱正是大封功臣,功绝力没有刘伯温,侯绝力没有刘伯温,就连伯绝力也没有刘伯温。 直到名单公布后的二十天,朱元璋才像是突然想起来一样,临时给刘伯温增加了一个伯绝。 待遇是比其他伯绝的三分之一,明白这是倒数第一,你说这是故意的呢,还是有意的呢? 不是说好的第一功臣吗? 其实之前经过刘伯温辞职那件事,朱元璋发现刘伯温对自己的心思一清二楚,这太讨厌了,皇帝的心思要是被旁人知道的一清二楚,那还怎么玩转天下? 老朱很不满,所以正是封赏的时候就是存心恶心刘伯温,刘伯温也知道这朝堂之上他是混不下去了。 当然,刘伯温是不能立刻辞职的,否则分分钟就得见阎王啊。 大约又拖了半年,这才上奏说自己年纪实在太大了,想把这一把老骨头埋在老家青山处,恳请皇帝陛下批准。 这次老朱终于痛快地批了他的辞职申请,当月刘伯温就回到了清田老家。 回家之后,刘伯温就学习张良的逼活之道,直接闭门谢客,整日就只跟家人喝酒下棋,拒绝与一切官场人士往来。 当地的清田县县令不死心,一心想要拜访,特意换了一身粗补衣服,踏进了刘家门,一见面就跟刘伯温说我是清田县县令。 刘伯温一听转身就走,命人送客,打开微信朋友圈,直接把县令拉入了黑名单。 可是即便刘伯温如此谨慎,麻烦还是主动找上门来了,因为遥远的南京城里有个人在惦记着他,时不时地给他送个信,写个小破文什么的。 老先生最近天象如何?老先生这条农丧政策,你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完善的?老先生你可要注意身体啊,国家还需要您,朝廷和人民还需要您呢。 这是一个刘伯温这辈子都不能拉黑,不能删除,不能屏蔽,更不能关进小黑屋的老朋友,顶头上司朱元璋。 相反,老朱的每条信息你都要回,每一条朋友圈都要一律点赞,评论加转发。 红武八年正月,刘伯温感染风寒,卧病不起,不曾想丞相胡维雍居然亲自带着大夫登门拜访,这又是卖的什么药? 刘伯温与胡维雍的关系很差,胡维雍会登门拜访还带着医生来, 这不明白着黄树狼给击拜您吗? 胡维雍为什么会带着医生去看刘伯温,真的是自己主动去的吗? 不是主动,那就是有人安排,普天之下能安排胡维雍办事的人恐怕只有一个。 此时的刘伯温,怎么会不知道皇上心里想的是什么呢?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?既然是朱元璋的意思,那就不得不从了。 于是他很顺从地喝下了寓意开的药,不久后便去世了。 但是,他在临死前把长子留恋叫到身旁,让他给皇上送了两样东西。 泛黄的天文书和一筐新鲜的鱼,前者可保留家后代几代太平,后者是要提醒皇上要以大局为重。 朱元璋收到东西后,他知道这本书是刘伯温留给他治理天下的,心中的惋惜和感激之情由然而生, 可是,这筐鱼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。 果然是谋是如此,顾弄玄虚令人费解,事情也逐渐被朱元璋遗忘了。 朱元璋直到17年后才知道那一筐鱼的意思。 当时朱元璋的长子朱彪不幸去世后,他发现如果立孙子朱英文为储君,那其他藩王势必会有所不满, 于是要将他们调离京城,以免发生内斗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多年前不明白的一件事情,答案突然摆在自己面前。 朱元璋恍然大悟,终于明白了刘伯温送的那筐鱼的用意。 筐里的鱼就像他的子孙一样,在狭小的空间里挤来挤去,都想争夺皇位,摆下宝座。 想让这些鱼存活下来,就必须防止他们在这个有限的筐里即得头破血流。 如果不将它们分开,弱小的鱼就会死掉, 也就是说,为了扶持年幼的朱运文给他铺平道路, 就必须把比他势力更强的皇叔们放到其他地方, 没有命令不得入京,如此才能使朱运文的皇位不被威胁。 只是为时已晚,朱元璋的儿子们势力早已变得强大, 年幼的朱运文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 无奈之下,朱元璋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里, 为朱运文做了安排,守护他的皇位,但最终却没能如他所愿。 年幼无知的朱运文忌惮叔叔们的势力, 即位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削翻, 此举不仅没有巩固自己的地位,反而惹来众怒, 最后燕王周帝攻打入京,夺下皇位。 不得不说,刘伯温的智慧真的是高人一等, 但他却没有得到善终,着实令人唏嘘。 朱元璋本是一个多疑之人, 哪怕在信任的大臣,他也会有所顾忌, 更何况像刘伯温这样完美无瑕之人, 更是令他忌惮。 如果刘伯温能像萧和郭子怡那样, 有自己的弱点,让朱元璋知道他也有缺点, 懂得皇上的小心思, 可能他就会有另外的结局了。 刘伯温都是出身名门, 志向远大,少年得志,锋芒毕露, 但也都因为鲜明的性格而试图坎坷, 及其挤落, 却在逆境中施磨难为良师, 把吃苦当吃补, 一次次绝地反击, 最终成就自我。 我们欣赏刘伯温的才华, 感叹他的毅力, 羡慕他有美人垂青, 更钦佩他荣辱不惊, 看清世界本质之后, 依然热爱世界的洒脱。 刘伯温的一生,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读书人特有的韧静, 拼静与狠静, 当然, 也有一个好男人的痴情, 柔情与专情。 请不吝点赞,